大隊跟蒜妮都是第一次 路維男女的腳蠻好的 哇 講這條廢話一樣 要落背 要落背 快點 不用了 快點 快點站下來 站下來 OK了嗎 來 中間 可以了嗎 可以嗎 這次入圍這麼多項 這樣就代表我們是一個很棒 很有默契的團隊 那大家一起入圍 那個感覺真的很棒 很開心 如果他們所有人都入圍 只有我沒入圍 我就想要怎麼辦 不會的好不好 就很緊張 然後就跑去健身房運動這樣 不敢面對現實 然後後來是大佩打電話 給我一直吵一直吵 我也不知道他在吵死 因為我講不出話耶 週訊又差 週訊又差 我就進到那邊一直尖叫 幹嘛啦 他是幹嘛的 在公佈入圍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高雄六龜的山區 在車上好不容易有3G的那個微弱的網路 然後一聽到自己入圍 第一個名字的時候 在車上就大尖叫 然後這忍不住哭了 所以非常非常感恩 每一個都太強了 而且其實這一次入圍的也很多元 我身為一個新人 我其實真的覺得很感恩 前輩就跟我說 其實入圍金馬獎的規格跟門檻 真的蠻高的 所以光這一點 我就覺得實在是太感恩了 因為我看那個直播 然後當下就是 以為都差不多了今年應該 對 他突然間讓我名字 我就是老實在一片空白 對 然後覺得太意外太開心了 然後對 希望我們的電影能夠 夾帶了這股氣勢 然後票房能夠往上衝 今天是金鐘 今天是金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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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我是 全天下最幸運的演員 所以就是很感恩 謝謝大家 謝謝老天爺 去年我是紅胎主持嘛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少掉很多壓力 因為我全心全意在主持紅胎 所以相對的也少了很多感受 但今年我可以以一個比較純粹是 入圍者的觀點來 來享受這個盛會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情 遇到到時候 今年都自己決定 所以先把這個金馬獎 還是金馬獎 金馬獎 沒有耶 我在當下我想說 該不會被大二給講中了吧 今年金馬獎沒有劉冠富 對他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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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